再来 吃藏树可否吃不能孵出小鸡的蛋 比如欧洲的蛋 是否为之昏中树 如果你去看片子 他们为了孵育母鸡 小鸡生出来只要公的就马上给它咬着肉菌 搅成肉酱然后再给母鸡吃 如果是母鸡现在有两种方法 一种一出来就把它嘴巴剪断 养在笼子里面最多活两年 生到不能生蛋了就把它搅成肉酱 一种是在他的鼻子这边插一个牙签插过去 插过去以后再装一个眼镜 现在道路这样 把他眼睛盖起来 这只鸡只能看到他的饰料 他看不到对面的鸡所以就不太咬 他一世都说掌脸 事实上是把他眼睛挡起来 鸡就不太咬 不然你几千几万只养在一起 那鸡如果太咬 对方咬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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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但是这个鸡很可怜 而且他们弄的时候是牙签把这个鼻子穿过去 你看肉痛 或是把他嘴巴剪断 为了要孵出蛋 这些母鸡一辈子被虐待 公鸡小公鸡杀掉 那各位 并不在讨论说这个蛋是粗的菜 而是它的来源不慈悲残忍 你要吃到的蛋都是杀了多少个小公鸡 而且这个鸡它要效率34个钟头就要产一个蛋 他们的科学上 如果太多这鸡就要杀掉 他们都算好了 你没有产出一个鸡蛋的养你就划不来 所以它要一直打针一直打针 所以因为如此 比如说你说吃牛角 牛死掉了我才吃牛角 问题是它是属于动物的身体 并不是说虽然这只牛死了 但是你去吃它就不慈悲 因为人不是死的说 鬼也不是死的说 他会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 你怎么去吃我的身体呢 就像一个女人好了 一个女人已经死掉了 一个男人去强暴这个死掉的尸体 报纸经常有 请问这个男人有没有罪 这个女人做鬼也会找你 重点不是这样 而不是说他死了 他有没有交配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不要再吃鬼两个好不好 你说不出什么 很好吃 很香 我自己没吃 没关系 我要让我们儿子吃 有时候很愚痴 不是 你没交就麻烦 你要害你儿子 所以各位 蛋真的很香 很香很香 但是你知道这个很香 是从很苦很苦很苦来的 多想几次 想到你吃不下 代表你有背心了 如果你方便到养鸡工厂 或是现在网络上面都有 我刚才说的小鸡就碾掉 挤出来要弄掉 然后下去就是那个绞肉 绞成肉酱 马上 可怜到几点